我想问问公正人,根据国际赌力,是不是所有参赛者能带进赌场属于自己的东西,都可以作为赌本呢? 绝对可以 好 我就跟你赌命,我就跟你赌命 一言不合就要赌命,男人名叫华仔 八年前,范叔带着三位徒弟与山本太郎对赌 开始前范叔特意交代,让詹永飞在发到第四张牌时气排不跟 全力协助阿杰赌到底,赢下对头山本太郎 只因阿杰有着亚洲第一快手之城,是三人中胜算最高的存在 可让范叔万万没想到的是,赌桌上的詹永飞却不按套路继续跟住 看出其已然背叛自己,范叔很是生气,果断选择气排 你不跟,我也不跟啊 对于詹永飞的私自背叛,阿杰同样很是生气,将所有赌注全部压上 是要帮范叔报此背叛之仇 下注完成后,二人都选择查看底牌 詹永飞拿到的是梅花皮蛋,同牌面正好组成皮蛋的炸弹 阿杰拿到的是梅花二,同牌面正好组成铜花顺 见状詹永飞选择先行开牌,以皮蛋替换了阿杰的小二 欲凭借两队的优势赢下此局,阿杰见此并不在意 缓缓打开底牌,正是詹永飞的梅花皮蛋 牌面正好是铜花,照样比詹永飞的大 狗八蛋居然敢背叛我,送我下里 谢了 不许碰,这点钱我还输得去,怪你自己太不遭用 现在是我做主 他们来之前都收了我的钱 现在是我的人 话落詹永飞便一刀解决了山本 眼见情况不对,阿杰赶忙带着范叔离开 听到动静后,华仔也进来帮忙 看着詹永飞手下越来越多 阿杰知道这样下去三人一个都走不了 于是选择留下殿后,护送范叔二人先走 在阿杰的帮助下,范叔二人来到房顶 从上面跳了下去,虽有树枝做缓冲 但年事已高的范叔还是摔断了肚 好在华仔没事,这才成功带着范叔离开此地 二人虽成功逃走,可留下来的阿杰就惨了 中阴寡不敌众被詹永飞打晕 当了詹永飞的替罪羊,转眼八年时间已过 侥幸为死的范叔带着华仔 在一艘小木船上开设赌局度日 为参加两个月之后的亚洲赌王大赛做准备 这天鸡哥找到华仔,声称赌桌上有人疯狂赢钱 闻听此言,华仔知道对方必然出千 他来到其身后,趁船只摇晃之际撞在其身上 偷偷调换了男人藏起来的牌 然后来到荷官面前 为什么不发牌,是不是赌得很大 是啊,他压了二十万 我给你赌,那就尽管来啊 鸡哥见华仔亲自上场 很时序地请走了其余人 等人员离开后,赌局正式开始 男人一开始就拿到了老K的牌面 如今只需底牌式兼钩 便可轻松赢下此局 于是男人选择不要牌 疯狂使用袖中纸牌变换底牌 可不管他怎么变,依旧难以变出兼钩 哎,你那么久找花将啊 想一下不行 在华仔的催促下 男人只能不甘心地打开牌面 在男人震惊的目光中 华仔将四张尖都全部拿到手 更是以一张七 完美地赢下此局 见对方这么厉害 男人也知道自己的伎俩被发现 留下读本转身离开 结束这个小插曲后 华仔带着阿联来到屋中练习赌术 因为他始终记得詹永飞的背叛 是要替范叔和阿杰报仇 可阿联的发牌速度始终不能让其满意 就在此时 七哥推着范叔出现 一副牌也从范叔手中顺势飞出 他让华仔从中结一副铜花顺喘 闻听此言 华仔立刻全神贯注 在发现索续牌后迅速出手 不料一番操作下来始终其差一招 我说过心要紧 你干嘛那么着急 一级就会出错 所以你还不能出去 如果不让我去 我怎么知道自己的功力有多深 我就是不想让你知道你的功力有多深 这样你才会全力以赴 可惜我瘫痪了 不然的话 我既可以训练球节成为亚洲第一快手 当然也可以训练出第二个 听着范叔的话 华仔很是自责 如果自己真的可以 也不需要范叔苦等阿杰八年 为了不让范叔失望 华仔再次重整旗鼓练习 另一边得知赌赛临近 詹勇飞也从国外回来 他率先找到了范叔 这些年他虽然赢了很多人 可还是对范叔忌惮 只因其手中有一块赌神玉牌 相传赌神退隐之前 送出两块玉牌给对他有恩的人 承诺只要谁能拥有此玉牌 便可要求赌神出手相救 达成在赌界必胜的美梦 时至今日 其中一块玉牌已无故回到赌神手中 另一块则被传在范叔手中 得知詹勇飞是为玉牌而来 范叔历时冷笑一声 如果玉牌在我手上 你还会坐在这里 你想等阿杰回来收拾我 返回你的面子 范叔 这些年我可不是白混 我赢了泰国的查猜 日本的Yamada桑 我打听得很清楚才来的 就算我有 也不会给你 都要死了还抱着不放 那你杀我 见范叔不惧死亡 詹勇飞并未多说什么 起身离开此地 此时华仔带着阿连归来 阿连刚刚在五八同城 找到一份好工作 心情大好 不想一转头 却看到华仔的师兄詹勇飞 看到昔日仇敌在线 华仔知道大事不妙 赶忙询问范叔情况 不料范叔对此却闭口不谈 而是让二人将一个箱子交给吉叔 见范叔不愿多说 华仔也不再多问 而是带着阿连去寻找吉叔 等二人离开后 范叔便将堵船关门 让姬哥离开自己 过新的生活去吧 老大 我这场命是你捡回来的 我跟你跟着你 见姬哥不愿离去 范叔也未强迫 他带着姬哥来到电讯公司 发了二十多封只有一串号码的电报 然后让姬哥带着齐去火葬场 看望了已故的妻子 而这一切都在詹勇飞的监视之中 二人刚出火葬场 就被詹勇飞手下带上堵船 看着曾经自己的堵船 被弄成这个样子 范叔不禁感慨连连 詹勇飞见状也不废话 再次询问玉牌的下落 见詹勇飞拿枪 姬哥立刻出手 可血肉之躯的他又怎会是热武器的对手 眼见不敌 姬哥拿刀变刺 没想到却连詹勇飞的身都没紧 就被一旁小弟甩飞 看着众人扭打在一起 范叔知道今日难逃一死 为了不让自己遭受其毒手 范叔果断跳入海中 与此同时 到达目的地的华仔 迟迟不见急疏出现 心中顿时有了不好的感觉 阿连见状 赶忙打开箱子 却发现里面竟然是两根木棍 意识到大事不妙 二人赶忙返回堵船 看着一片狼藉的船舱 二人也知道出事了 立刻在四周寻找 华仔为范叔举办追悼会 詹勇飞为了找到御牌 派出手下在门口阻拦 前来悼念的人因不敢得罪詹勇飞 只能选择离开